欢迎回来VJ客 我是今天的GuestVJ索尔鹏 在去年2002年呢 我终于在3月份在上海 举办了生平第一场 个人的收票演唱会 感觉非常的过瘾 因为在里面呢是一个 完全属于自己的舞台 然后可以做很多 假借演唱会的名义 做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尝试 我觉得这蛮新鲜蛮刺激的 非常难忘 然后在8月份的时候 也在这个中国的长城 办了歌友会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想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那自己站在那个上面呢 因为很高嘛 风很大 觉得自己气势很磅 磅磅 那听说也是这个 就是华人的歌手 在历史上也是 绝无仅有的机会 我觉得 算是我演艺历程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和里程碑吧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支MV 待会儿回来 大家好 是今天的guestVJ 欢迎你继续收看VJ课 在很多朋友的眼里面呢 会觉得我这几年好像 重心比较放在演戏方面 嗯 其实也是啊 演戏最近花了我比较多时间 但我希望未来可以调整了 多放一点时间在歌唱上面 那因为这个拍戏的地点的关系 让我有机会到内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去 那说到这些甘苦谈嘛 其实刚开始换一个跑 但我之前其实是歌手出道的 然后一开始要拍戏 其实我觉得还蛮多挫折蛮辛苦的 包括从天气上也有很大的 气候上很多不一样啦 比方说像在台湾是 永远不可能下雪的 我接拍第一部《还珠格格》的时候 从夏天的40度的北京一直拍到 冬天零下8度的成德 然后说那时候水土不服 长了很多很多痘痘啊 所以其实拍戏 嗯 背后有很多辛苦是大家在荧光幕前面看不到的 有机会再跟你们聊更多 再来看一支MV 欢迎回来VJ课 我是今天的guestVJ苏友鹏 是的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常常有机会接触到很多 这个内地的影歌迷们 给我的感觉是 我觉得可能因为内地的地方很大啦 所以对每个地方朋友来讲 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接触到一些明星啦 或是歌手啊 或是演员啦 所以每次见到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特别的热情 就 而且很多时候参加活动 我觉得因为可能内地的就是 在秩序方面要求会比较严格 接下来要看这首歌呢 是我的新歌《雪来的时候》 是一首 因为在台湾其实是不会下雪的 我觉得这首歌呢 就很有这个偶像剧浪漫的意境 大家来看看 有过了一年 月亮的冰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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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冰天 清通的画面 好像电影附在眼前 还记得你说 有个早好过 我只能挥一挥手 伤口却已走痛 只有微笑跟着你转头 寻来的时候 是否你会想起我 我只能给你祝福 陪你每个春夏秋 我爱的人啊 现在你快不快乐 记得走过风雨时候 还有个人 陪阳阳的宽容 又过了一年 永远的不见 心痛的画面 好像电影附在眼前 还记得你说 我各自好好过 我只能挥一挥手 伤口却已走痛 只有微笑跟着你转头 我爱的时候 我爱的时候 幸福你会想起我 我在远方给你祝福 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我爱的人啊 现在你快不快乐 记得走过风雨之后 还温暖的 还温暖的宽容 过去我们经过多少 年少的冲动 亏欠你的太多 你却再来 不让我觉得难过 我爱的时候 是否你会想起我 我在远方给你祝福 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我们爱的人啊 幸福你快不快乐 记得走过风雨之后 还有个人 和营养的宽容 我爱的时候 从发生的宽容 我爱的时候 就是在远方给你祝福 然后我们爱的时候 我爱时远方给你祝福 然后我爱时远方给你祝福 我爱的时候 我爱时远方给你祝福 你也会让我爱时远方给你祝福 你也会让你希望 你也会让我爱时远方给你祝福 请来 那就過去了 很快就到了今天節目的尾聲 在這邊預告一下 明天呢我還會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些 好聽的音樂影片 然後也聊聊我的其他一些私人的小狀況給大家聽 明天節